再来看到一名王姓驾驶 2号下午开着小货车行驶在新北三峡三速路往复新路的方向 因为货车的后档未关闭 载运的使用箱油就渗漏到了马路上 导致后方一名张姓男子骑车经过滑岛 还连人带车地撞上分隔岛 骑士摔伤之后被送往N主公医院来治疗